好了 三立特派團隊持續守候在秘魯來關切2024APEC的最新動態 就在秘魯當地時間14號的下午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抵達了首都立馬 因此現場能夠看到除了維安升級 現在也傳出中國要加到力道來打壓台灣 包括了希望APEC對於台灣的稱號 從過去的Chinese Taipei要改成China Taipei 不過記者實際在秘魯當地的觀察 包含了官方文件以及媒體的報表 大部分還是維持台灣向來在APEC 維持在Chinese Taipei的稱號 而另外陳初他們也透過了秘魯官方 希望能夠施壓 讓他們否決台灣對CPTPP加入申請 那麼希望他們能夠否決 不過台灣的國安官員也透露 事實上台灣的貿易實力早就已經符合各項的標準 因此中國這一方對台灣的施壓卻未必能夠見效 我們利用這一次在任何的場合 或是雙邊或是在場邊 我們看到這些CPTPP會員成員 我們跟他提出來 希望他們能夠支持我們 進入這個CPTPP的大家庭 但是不希望有任何的政治因素的考量 而這一回也傳出了中國大雜了美金13億 大概新台幣420多億要為秘魯來建造 身為南美的第一大的深水港 卻因為一帶一路的債務陷阱再加上國安疑慮 以及土地正義的爭議 在當地已經鬧出了安全性以及大工的爭議 因此原本大張旗鼓在上週秘魯當地傳出 習近平要直接前往港區來進行開幕的落成大典 現在卻尷尬的臨時喊咖 只能改為前往總統府來進行願聚參加 對方的確實在是